Hello 大家好 我是Fuero 之前吃的東西其實澳門也有很多選擇 但是今天吃的東西澳門很少 就是臭豆腐 臭豆腐顧名思義就當然要夠臭 而我們尋尋命力都只能找到三間賣臭豆腐的地方 事不宜遲 首先要試的就是這間位於天神行 順達城後面的B beans 我帶了這個招牌的黑白臭豆腐 價錢就是20元4塊 那我先問一下它的開味 對不起 先問一下它的臭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聞慣了 我聞上去這個我覺得很香 黑豆腐為什麼會變黑的呢 有些人會以為是用屎水 但其實不是的 是因為它在發開過程中 加了一些黑豆豉進去 所以就會變黑了 大家就不用擔心 以為是很髒 其實不髒的 當然可以的 上面有些芫荽蔥 豆角仔 還有蘿蔔仔 它這個呢 是很臭的 我們去樂園 而是它是淑水汁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它不是臭豆腐那麼臭味 再加上湯 它會湧到你的口 好適合一些和我一樣 那麼喜歡臭的朋友 下一間就是這間白喜 位置就是高士特附近的 海濤峰會善美食廣場一面 這間就是22元6塊 聞上去的話 你在店裡會聞不到少許 剛剛炸起來的時候 但現在聞上去 是近乎沒有臭味 它這個辣椒油是香的 但是呢 臭豆腐的味道 就不會說很重 它其實有點像 普通的炸豆腐 加了辣椒油 但是呢 會有少少少臭豆腐味 雙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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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陣一陣的 就是你會 嗯 嗯 那一陣又沒有 嗯 那一陣又沒有 那一陣又沒有 哇 它的豆腐夠大 很濕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是會這樣 它這裡是沒有天常行間那麼臭的 但是呢 它就重口味一點 因為它配菜超多 我自己來說 我三間裡面 我最喜歡這間的 如果大家呢 發覺到一些澳門的臭豆腐的話 一定要跟我們說 在澳門的臭豆腐真的很難 按下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Bye